Hello,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 今天已經是農曆新年的正月十六 昨天就是元宵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到湯圓呢? 相信身處香港的大家 因為疫情的關係都沒得出去猜燈謎 但不要緊 上一次在最後一集的時候 蟲蟲哥哥留下了三個謎語給大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猜到呢? 我現在會逐一跟大家揭開謎語的答案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It's small and round with soft and gentle manners With white and tender skin And a tasty sweet inside 那是一個食物的喔 嗯,答案就是 是glutinous rice ball 即是什麼? Yeah, 這是湯圓啊 正正就是元宵戰 我們會吃到的一種應節的食品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猜到呢? 白色裡面有一些甜的餡 正正就是湯圓啊 好,第二個 就是這個身體健康的燈籠 Wearing a red gown It burns with worry Once angered It jumps high into the air 是顧一種過年你會看到的物件 那是什麼又是紅色 然後又會很生氣 然後還會跳到很高的呢? 答案就是 A fire cracker A fire cracker 即是爆竹 即是炮掌 哦,原來紅色衣服就是指 炮竹的外表 然後他生氣 即是他點火 然後就爆開 飛上天空 而最後一個就是兔仔燈籠 兔仔燈籠 就是問 The cold will be gone tonight As the spring comes at midnight 那有朋友呢 私底下又問我 哎,是不是立春啊? 咦,我想一下呢 都好像有點道理喔 韓風呢 今晚就會離開了 春天也會在午夜里臨 嗯,那我都幾有道理 那這本書裡面呢 提供的答案呢 就是 New Year's Eve New Year's Eve 即是 年三十晚 哦,因為呢 我們之前也有學到 春節 即是代表春天的來臨 所以呢 春天來臨之前的那一天 即是 年三十晚 希望呢 大家都喜歡這三個的謎語 也希望這三個的謎語 為大家帶來一點點的歡樂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